防河治理開發和管理有著很長的歷史 應該說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 都是在一代一代的這樣過來 到現在為止我們現在的隊伍裡頭 年輕人現在是越來越多 年輕人的最大的優勢在於幹勁比較足 另外一個對新技術的掌握比較快 所以黃河的治理開發與管理 我們不僅需要傳統的一些經驗和技術 同時我們還仍然需要更多的這種新技術 帶給我們一種治理手段的變革 提高我們的治理效率 因此年輕人他可以充分的發揮 對新技術掌握得快 這個法性比較靈敏 幹勁比較大 這個體力比較好 熱情比較高等等這些優勢 可以把黃河治理開發與管理的效率 能夠在這一代年輕人手裡頭 能夠進一步地提高 從三月份 一個極其形勢 可以因此 搜尋 雲 對新技術掌握 I think we will be well educated with the 能力去保护这些年轻人 所以我们非常期待 更多的资料 从我们的年轻人 和我们一起保护这些年轻人